我们再探秘一下 这边已经被挡住了 把我走了 被这个倒下来的这个树 完全把路给分住了 然后钻过去 然后我们走到这个旁边 在一个滑雪场 今年因为疫情没有开 这个滑雪场还挺好的 特别适合初学者 旁边那个缆车架 这边因为是高地 没有那种很大的陡坡 没有那种高滩梳降的陡坡 很平缓 这个地方还算坡路比较大的 往前面的话更加缓了 这个要有人带了个雪橇过来 也可以再玩了 那个好像被什么东西走过的 机器走的 今天的雪还行 滑雪是没有问题的 这可能是机器走过的 不像滑雪板 滑雪板没有这么宽 可能是机器走的 走到它顶部看看 然后反过来俯瞰一下 它这种这个缆车 比较简单的那种 人车上没挂 所以拉上去的那种 这地方还挺厚的 还是挺厚的 开始天放蓝了 蓝天白云要出来了 回头看一下 前面是个山谷 那个是那个小镇 发开局 可以走到那看看 哎呀 这样看着都好看 悲茫茫的一片 悲茫茫的一片 对着那边那个 阿灯的那个中心里的 肯定就是俯瞰的呗 你现在可以拉到手机来看 哎呀终于爬到上面了 还专门画了一个 这是最高点了 起点了 这个是3D自行车吗 在雪上骑的 啥意思 这算了应该算是最高点了吧 从这样看上去蛮爽的 还写了个危险 这边那个缆车在这啊 那个宽头的 那边还有个警车嘞 警车停在那 看到了 不会看到我们在这啊 那个什么 你看他在看我们 我们只是在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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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单 开发单 OK 开发单 给我们开发单 我们往前走 走到他的滑雪上的最低端 看什么地方 哦 这个要有那个 要有雪翘也挺有意思的 警察还真的不让人在这待 感觉还真像 你看那边那个天蒙蒙的一片 新鲜的雪 好新鲜啊 好松软啊 这是一个缆车在换衬呢 可能是两个 这个算是高级道 到前面可能是低级道 更平滑一点 这样看还挺漂亮 多好看啊 旁边还有一些服务设施的 在下面 在这儿的话 有一种爱卑斯的感觉了 山谷里面的小村庄 黑白相见 这个坡道还蛮大的 你还别说 这边应该是高级 坡道还蛮大的 我们人没有必要啊 你干嘛呀 我说中天这个比较缓 我们人走 走到哪里走 不是走啊 你往那边走干嘛 我们走到山谷底 又可以走到那个 我们走到那个 法海局和村庄里面 哇 这地方好深哦 有一点硬 这个雪下面 警察他也懒得来这边 其实在路边 不让人进 不让人开车进来 我们只是来涂个布 哎呦 这还小房子呢 好看 这边才是游客中心 那是大雄 这小房子多可爱啊 那边还有道 你看多少道 这环境道还蛮大的 那边还有爱同设施 哦这个才是大雄 在这边租雪板 然后这边是个比较初级道 这个比较平缓 在这儿 这个地方比较平缓 这不是摄像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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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过摄像头 可能是他们四人的是吧 它不是那个METAL的 那个摄像头是人家这个自己滑雪站的 监控监控的 STOP 这个房子挺可爱的 这个大厅里面 这铺道那么大 这三角形的这种房子 access unducted还不让进 它指的是这个里面 这家都是玩雪的 篮球场 哇这地方好瘦的雪 这个地方好爽哦 这地方特别爽 上面也不进 你感觉热了吗 这个房子太可爱了 哇这地方好深 哎呀 踏踏转 歇一歇 这就是滑雪场 这滑雪场蛮大的 真的蛮大的 我们之前并没有来过 这是一个护杠 到这儿一个回环 这个缆车 哎呀好艰难呀 这雪太厚了 太厚了 每走一步都要 深一步前一步 还要拔出来那种感觉 我的小后跟都进雪了 你干嘛往森林里面走啊 这雪那么里面 那里面走那么雪那么深 你看 这山谷里面是一个小村子 就叫Frei 就是那个上面 然后这一排树林的后面 就是巨大的停车场 刚才一直在村子档里面走的 然后我们也走回到森林里面 这雪太厚了 卧槽这太厚了 你看我的一步走在里面 这条路刚才一开始有什么机器走过 哎呦人家有机器 这个人难道是警察 我感觉像警察呢 他上手带来怕人家滑雪的 人家抓进去了 我操的雪太厚了 哎呦太厚了 每走一步都很困难 走到森林里面穿下去 你那里面的雪要浅一点 而且冻起来了 感觉没有人下去 没有人下去 走啊 还有这个残业 那个滑雪堂的上下入口 各派了一辆警车手带来 我们警察演资吧 免得被警察开发单 那里面的警察 我把警察发现了 总监这个地方好像好浅了 总监这个地方好像好浅了 总监有一个小区 这没了解 抓不着你 确实像警察 现在想想 警察那种深蓝色的那种制服 然后北警车上面贴一些拉花的那种 那我们就往在林车里面走就没事 穿过去 谢谢